父亲去世了 留下了一堆遗物 阿姨原本想拿来变姓 结果更加伤心了 表带过来了 什么表了 我是父亲留给你的 父亲留给你的 那很多年了 大概什么年份啊 还有家里还有很多的 有五十个 有四五个啊 五十个 五十个啊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各种各样的 哦呦 你也开不来了啊 这个两个都是怀表啊 你这个这样子 再一按 这两边可以都 哦 要按一下对吧 嗯 家里都有那个有链条的 这是没有链条 链条是在这里 不是 这个是上发条 这个是机翼的 对 机翼它就是你要弄 这样一拉 然后你就往上拔 然后往上拔 这个是用这个 对对对 调时间的嘛 嗯 然后下里面一按 然后就这样 上发条 嗯 就是机翼的 机翼表 哦 这个没见过啊 我跟你说 我家里有好几个 这个都是有 都是这种对吧 五点四的 上面还写了这种 还有 跟算命先生一样的 Omega Omega可以的 嗯 Omega 这个不懂了 先跳过 看一下其他的 年纪轻的 哦 还有一个劳力士的大金表 哈哈 就是还有拿破仑酒 拿破仑啊 拿破仑我都没听说过 嘿嘿嘿 拿破仑没听说过 你买 弄进来就很贵了 几百块美金 几百美金啊 那这个表多少钱买的呢 我父亲用的呀 你也不知道对吧 他玩的呀 他审藏的呀 这个劳力士大金表 劳力士全金日志啊 嗯 居然是一个背头的 你看 我是第一次见到劳力士全金背头的表 这个是一般的 还有那个都是珠宝的那种 香了转了对吧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值钱的哦 都不值钱的 不是不值钱 就是说你怎么 现在能怎么造得出这种东西 真是的 这是老虎懂的 你说现在能怎么做得出这种东西 会去做 嗯 这种义乌小商品应该有很多 真的 嗯 哦 有很多啊 这个义乌啊 义乌应该有很多 然后这个连扣子都打不开 你看 它的做工 掉漆了 然后这个 螺丝柱啊都已经凸出来了 整表割手看到吧 把我的这个指甲都能割出来割手 然后劳力是劳款是没有背透的啊 这个基金都是一言假的啊 对 假的呢 都不值钱 都不值钱 啊 估计他家里的几十个东西都是有点问题的 有问题的 啊 我也是跟我父亲这么说的 父亲已经走了对吧 是吗 啊啊 留下来的了 对 还有啊 还有那个 什么宝贝啊 他已经开公司的 哦呦 印尼 哦呦 他开公司的印尼 这个放在家里干什么了 哦 还有印尼了 那你看那个这个呢 没有窍息 我就随便放在阳台上 就弄得很脏的潮湿了 看一下啊 我又不当一回事情 哦呦 光明 朱砂印尼 嗯 六十颗 背面的 哦呦 还乾隆年间制造 这个字感觉不对啊 如果是官邀做出来的字 应该不会写成这样子的 自己用的 啊 对 好东西这个先自己收藏一下 收藏一下 收藏一下 没有 我这放在阳台上的一个潮湿的 本来是很新的 啊 啊 这个 要收藏一下 啊 对 这种就不能研究了啊 还有一大袋宝贝啊 有 家里多的是 多的是啊 啊 下次其他东西拿过来看一下嘛 啊 这里又没有的 啊 对对对 我说 我说我说拿给你拿破仑酒 啊拿破仑酒 要说就说假的了 哈哈哈哈 要拿过来看才知道啊 走了 好好 再见阿姨 好好好